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HKCEE 1997 PAPER II 第二條MC 事不宜遲,先看一看題目 他就說,EVA就是2X的次方,再乘以8X次方,等於64 頂的X等於甚麼? 而事實上,就拿一張單案子出來再說 在做這條題目的時候,這九條Law of Index 在螢光幕的右上角 這九條Law of Index,你一定要熟 如果你不熟的話,你基本上都會死定 在DSE裡面來說,對不對? 所以你要切辦法,一定要背熟 尤其是頭那七條,對不對? 1A至1G 以前教過,所以我不跟你一條詳細說 待會用到哪一條,我就說哪一條 拿一支藍筆才跟你說 在這條裡面,先抽題目 他現在就說 2X次方 再乘以8X次方 就等於64 而事實上 我們繼續做的時候 我第一下,我就會發現 其實 2、8、64 其實Base都可以轉為2 那是甚麼意思呢? 做下去你就知道 2X次我照樣寫,再乘甚麼呢? 8其實可以寫成為2的幾次方? Base是2 2如4,4、2如8 8,所以可以寫成為2的3次方 2事實上 X次方在最外圍 所以我給它一個固定 裡面就是2的3次,就是8 而右手邊 64,那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2的幾次? 2如4,4如8,8 2是16,16乘2變32 32乘2變64 所以這個就是2的6次 好,接著繼續去 你會發現 再做的時候 我現在就會看到 這裡有第一條 Law of index可以用到 就會是黃色這一條 看不看得到? 而黃色這一條的徵緒 這條Law of index的徵緒 它想說甚麼呢? 就是當你發現 有個指數 就是A的M次 它再在外邊 給一個固定多一個次方 給它叫N次 其實怎樣應對那些指數呢? 這條Law of index告訴你 就是等於把外邊 固定外邊的指數 丟進去 跟裡面的指數相成 就變成A的M次 所以真是換言之 在這裡 我會把X次方丟進去 跟3相成 對,跟裡面的指數3相成 所以在這裡 我就會是2的X次方 再乘以2的3X次方 就會是等於2的6次方 而事實上 我們繼續去 我拿一支藍色的highlight 在這裡 我自己再會用到哪一條Law of index 我就發現 我們可以用到 藍色這一條Law of index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原因就是 你會發現 藍色這條Law of index 它最想說甚麼? 即是說 如果你發現 大家的底一樣 都是A 兩個底一樣 都是A 而它們中間是雙乘 不是加、不是減 是乘 也不是除 其實你會發現 會怎樣搞呢? 那兩個底 那個Base 那個A 就會結合了做一個 而指數的次方位 那個Index 怎樣算呢? 就是不是乘 是M加N 兩個指數相加 所以在這裡 你讓我做下去 我會發現 現在兩個Base 大家都一樣 是嗎? 就是2 那中間它們的 index 就是 sorry 中間它們的貨位是成 所以 其實現在你就可以 將它們兩個Base 結合 是嗎? 做一個2 之後 而它們的Index 指數位 就會兩個雙加 就是x加3x 那就是4x 是嗎? 就等於 2的6次 現在 現在這次還不發達 為甚麼這樣說呢? 原因 你會發現 綠色的部分 大家的Base 都是2 大家的底 都是一樣 都是2 手指仰衰 好 先寫好一點 所以大家底對底 的情況下 當然是指數對指數 是嗎? Index 位置 所以下一步 就是 可以很信心 很放心的 就是4x 等於6 而終極答案 當然x留在這裏 將6留在這裏 將乘4 到旁邊 除4 所以終極答案 x當然是 很噁心 寫多一次 就是甚麼? 就會約一約它 22如4 23如6 所以最後答案 當然是 3 over2 這個就是終極答案 OK 所以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2分之3 3 over2 已經見到它了 正確答案當然就是 A 好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